日前有米老富人在台铁月台登车时是不小心失足掉下铁轨 而同时的火车是即将进站 好险这时候有名告终生他是直接跳下铁轨救人 表现的是超级英勇 那在昨天在市长陪同之下是接受了学校计大功的表扬 但是台铁是不鼓励民众直接跳轨救人 建议第一时间还是要通知战务人员 好端端的在台铁月台上突然一群人往月台抽 不断往黑蒙蒙的铁轨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只见一名女子挥着手疑似在和战务员求救 原来前几秒钟才有人不小心失足坠入铁轨 就怕列车进站造成伤亡大家好紧张 索性马上就有民众跳下去救人 而这位建议有为的民众身份也曝光了 大家都蛮紧张 那我判断柱子可能是不会被火车 不可能被火车撞到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把它拉到柱子的遮挡的区域 跳下铁轨救人的就是这名理性高中生 年纪轻轻遇到紧急状况 却能在短短四秒内做出判断 跳下铁轨救人命 火车进站的瞬间 就是身体是会抖动一下的 就是有那种死亡的威胁的感觉 事情发生在24号晚上 当时李同学和朋友提早到月台等车 没想到听到其他乘客惊呼 发现70多岁的老妇人失足掉下铁轨 但这时火车也准备进站 情况危急 李同学看到铁轨旁有安全区可以躲 奋不顾身跳下铁轨救人 那时候李同学就是站在板桥车站的第二月台 当时火车的灯号已经亮了 所以婆婆掉下去之后 他就把它拉到对面的安全区避开列车 有时候觉得大人都不见得可以这么精确的完成 他做得相当的好 然后真的救人一命是很很很宝贵的 学校余佑容烟表示会往既打工方向处理 而台铁表示老妇人事后在车站内服药没有大碍 整起事件影响五班列车总共四十分钟 事后台铁该不该装设月台扎门再度迎期讨论 但火车车总众多咱们距离难统一 要实行难度不效 不过这次高中生当即立断的英勇行为 经验众人也顺利救下一条人命 避免遗憾发生 记者夜宣节何人凯台北报道